这个人质居家护理呢,它是一个手法来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它的一些背景 这是人质学 什么是人质学? 人质学是由Rudolf Fussteiner创立的一门精神科学 它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智慧,人类,以及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 然后研究人质学是探索通往精神领域的知识途径 通过研究人质学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和人类的精神存在 不知世界与宇宙的现象 听起来呢,它好像很玄一下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很深的 其实它只是一个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更加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一边 更加的连结自己 它只是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来介绍我们跟宇宙的关系 然后至于这个人质医学呢 是由这个伊德·伊德·伊德·威格曼 他所创立的 他是跟Rudolf Fussteiner呢 他是跟他学习的 当时呢 他是与Rudolf Fussteiner共创了人质医学 如果大家都对Steiner有稍微的了解的话 你都知道Steiner其实是没有 不是医生 而伊德·威格曼是一名医生 伊德·威格曼呢 是通过Rudolf Fusco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创了一个人质医学 而延伸到现在有了人质医学 而更加多的人质医学护理等等 或者是药剂师 都是从这里的一个延伸 在1921年他在阿尔勒斯海姆 建立了一家人质医学诊所 然后直到2014年都被称为 伊德·威曼诊所 等一下我去 我stop掉全部人 然后呢 同时呢 他还开发了一些特殊形式的按摩疗法 均称为运力按摩 就是我们 如果大家都好奇的 就是这一个 运力按摩 那个I-Rain Bone 以及他还有除此之外 他还有其他自称的治疗方法 这些方法呢 他所创立出来呢 都是来维持 协助 提升治愈能力的 这个运力按摩呢 是算他是比较一个 他算是比较一个独创的 他是属于一个以太按摩 而这位老师 Rudolf Steiner 也是我的老师 他是在医学 他是一位一名护士 男护士很难见 很难得 而且他呢 经验很好 所以他在教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他是有多么的温柔 多么的对定人 有多么的亲切 所以他当时呢 他是 Filder Clinic的 人事学 护理学院的 创始人和院长 在德国呢 他们把Clinic 他们把Hospital 就是我们所称的医院 称为Clinic 其实他虽然是叫Clinic 其实他是一个很完整的 就算是蛮有规模的一个 我们的统称 我们是叫做医院 可是他们那时 当地的地方 是叫做Clinic OK 然后 然后除此之外 他还示意 国际人质学 护理协会理事的主席 然后医学部 人质学 护理国际论坛的总筹 而且他还有写了一些 很多书 关于人质护理的书 和管理的书籍 然后在马来西亚呢 他是IPMT 如果大家有听说过呢 他是IPMT 负责护理课的老师 也同时 他是人质居家护理的导师 然后在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了解 什么是人质学护理的健康概念 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了 我们才知道 怎么可以支持到病人 或者是家里需要疗愈的人 在人质医学的概念里面呢 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有天生的治愈能力 而且可以克服大多数 不平衡和常见的疾病 如果大家都对人质医学 有一些理解的话 都知道 其实很多疾病 其实是不平衡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人质护理呢 他已经告诉了我们 其实我们天生就有治愈能力 可是我们呢 只需要做一些东西 来让他 在 就是 就让他平衡 协调身体所需要的 然后当然我们需要一些东西 一些方法 一些形式 我们就可以通过适当的营养啊 温暖啊 休息和感官护理 来照顾整个病人 这个是一则解决任何疾病的最关键的方法 早期如果使用这些护理加糖的话呢 他可以增强病患的治愈能力 增加抗体和白细胞 以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这些因为我们所说到的呢 都是他支持他的生命 支持他的身体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一般 一般我们统称的都是 支持他的生命力 离开 平复 平复他的心情 然后再支持他的那个 自我组织 如果你是野人自学背景有 有认识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些认识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 其实他就是 支持我们的生命力 让我们身体有机会休息 然后重新启动疗愈能力 然后这些护理原则呢 是支持我们更深层治疗的关键 他必须持续到重建健康与和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 我们用了一些方法 抬变了一些饮食 做了一些东西 有一点点起色 一点点变化 我们就做什么呢 我们就停止了 所以这个呢 可是呢 他还是不足够让你身体 自己在不足够来 他的治愈能力 可能还没到 他有了 开始一点叫做kickstart了 可是你突然间又放下 松懈了 他就没机会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一定要持续 持续到一个形式 一个可以重建健康 让身体和谐 然后治愈是需要我们有勇气 放下生活的忙碌 还有关心自己和爱人 如果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我们需要放下一些生活 一些忙碌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生病是一些不平衡 可是不平衡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一些调整 可能适当的时候要休息 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个勇气 更多的可能你就需要向内看 关心自己 还有身边所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些都需要一种勇气 然后以这种方式 对待疾病 面对疾病 我们才可以达到更好的 个人和精神力量的发展 其实疾病呢 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转变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借由那时候不舒服 一些疾病的时候 重新reset 可能我们可以叫做重启自己 健康的概念呢 休息 其实休息睡觉 是最好的治疗室 有时候很多时候 可能会觉得 其实我休息就够了 可能不需要有很多 其他的可能吃药 怎么去这边 去那边看医生 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 休息究竟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病人 休息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就千万别叫醒病人 量体温或者喂药 这个时候是 你可以感觉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病人的话 你已经很累了 很不舒服了 已经很难得 因为当然有时候 在你疾病的时候 其实可能有些人 很难睡觉 很难休息 难得他已经进入了状况 可是你去把他吵醒 这只是为了一个量体温 为了吃药 比起来 其实他更需要的是睡觉 是休息 再加上如果你试看 如果你已经睡到很熟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把你叫醒 叫你做一些东西 你还有办法再休息吗 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让病人 或者那些不舒服的人 有个很好的休息 睡觉的机会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根本 然后保持正常的体温是37度 或者沙高 在身边的时候 如果是温度低于正常的温度 这表明身体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温度 来让自己维持 然后当体温较低的时候 病毒和细菌生长得很快 更快 当体温升高时 病毒和细菌会被身体的免疫系统 更快地消灭或消除 其实很多时候身体需要 当它体温升高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有需要的 如果我们快速地把它低压下来 减低下来 那时候我们的白细胞呢 什么呢 可能那个叫做 就是我们的身体就很难杀菌 其实高温就是杀菌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 自然的免疫系统 免疫机制来的 如果我们快速把它降低了 那时候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事了 可是我们已经把细菌收藏了起来 然后小心支持发烧过程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虽然是发烧 虽然我们这里有说发烧是有需要的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小心的支持 当然我们需要支持这一些过程 我们需要一些方法 这里就有看到一些居家护理的方法 我们一般上看到的就会有 草药的肤剂 或者是热肤 然后泡脚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运力按摩 运力按摩呢 如果你有参过或者是感受过 它是一个很轻柔的 它跟一般的按摩是不一样的 它很轻柔 它主要的是针对抵态按摩 在另外一个语言 我们就是要按摩水 好 除此之外 我们当然还需要一些物质 可以吃很 更难的东西 如姜 铜啊 蜜啊 还有当然可能你还可以有一些马铃酥 然后媒体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关键 你要用的是温的 冷的 干的还是湿的 当然一般上我们比较需要的 还是温的和湿的 温和干的 虽然因为我们是把那个布拧得很干 所以我们还是属于干湿那种状况 可是一般上我们所在 这种正常 一般上的疾病上 我们所用到的一般都是温的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也是 照顾者 照顾者的心态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病人 去照顾他人 你是那种很急很急呢 我虽然这里如果你是心态没有调整好来的话 我这里给你什么方法 什么最好的方法 病人都没有感受的 不能感受到他的疗愈能力 因为照顾者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当然因为这一些在人质聚焦护理的方法 很多时候都是很轻柔很慢的 其实他同时 同时给了那个病患的一个疗愈的机会 也同时疗愈了照顾者 因为你需要放慢你的脚步 在你放慢脚步的时候 你更可以看到你是在真的是照顾呢 抚育呢 还是很急的很急躁的 你其实完完全全你可以发现到你自己 当然镇静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很急的话 手忙脚乱的话 病人也是可以感觉得到了 所以这些一个慢的角度 一个慢的轻柔的一些护理方法 除了可以给到了病人 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态放慢了下来 然后护理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人质护理当中呢 它的护理方式是属于被动的 它主要还是使用一些天然的东西来做 食物里的物质或花草 草木精华 然后通过皮肤被吸收 然后10个小时呢 就提升体内的温度 一般上如果你有用过我们这里常说的Veleta的油呢 或者是人质医学的油呢 它是会有让你稍微一些升高体温的功能的 这就是它的功效 然后不同的草药对身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影响 所以我们才会有说什么状况需要什么草药 这是我们可以需要了解的 然后提供 而且它可以提供温和增强休息的护理方式之一 如果有体验过人质居家护理的一些方法 你会发现到它可以让你更加容易的放松 休息 住眠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也有说到了 休息 睡觉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师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总之你的心情 心魂可以得到了放松 又可以释放你的情绪压力 同时可以让身体得到了放松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它主要的其实讲到底 我们主要的还是要做一个东西 也就是提升治愈能力 然后在这里呢 我要介绍的一系列的人质居家护理课程 然后这里去靠近的呢 就是有六月的 六月的是由瘟疫师来带领 然后是重新了解孩子 这一些都是一个线上课程 当然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人质护理 可是那个护理呢 当每一个团体 好像每一个疾病 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呢 他当然需要一些不同的理解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 我认识文医师的话 他是一名医生 他通过当那个人质护理 跟他所需要 所知道在孩子发展中的 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一些理解呢 跟人质护理把它融合了在一起 所以当你生 他孩子生病的时候 不同时间 不同年段 其实都有不同的意识 他把它连接了跟护理 然后他这个主要讲的是 儿童健康 指南 所以讲的是 0到21岁的身心灵发展 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的每一个小孩的 他的发展的过程 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都有 基本的认识的话 每7年他会有一个转变 那个转变 我们才知道 如何陪伴 然后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那个工作坊内容有的就是 健康成长的根基 儿童发展与社会环境 然后健康在教育之中 以养育和教育为预防医学 在学期期间 常会面对的问题呢 这里都会 文医师都会让大家 有跟大家分享 然后认识孩子的四种 体质三元和尸体 因为这个也可以协助我们 更加认识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如果你是一名老师 或者有照顾孩子的话 认识他的气质 你就知道如何陪伴他 其实认识了他的气质 同时你也可以认识到 自己的气质 然后儿童常见的一些病患 与家庭护理 如发烧啊 就是发烧生病不舒服啊 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 可以支持到孩子的发展 然后护理扮演的角色 和一些方法 一些体验 我们的工作坊里面 有让你体验一些 好像那个热腹啊 韵律按摩 或者是一个 还有一个脚的 热腹一些 让你体验到 然后让你可以知道 如何可以支持到孩子 然后当然 还有一个 我们需要支持孩子的 就是营养 在这里 文医师也会分享一些 营养的资讯 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孩子的发展呢 因为儿童发展是未来健康的基石 所以六月 文医师特地为我们举办了一场 重新了解孩子的 人事居家护理工作坊 然后另外 就是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Elderly Care in Our Time 刚才我们六月的是讲到孩子的 另外这个是 八月的是讲到老人护理 老人护理是由我们的 是由Rof Heinen 也是我的老师来带领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里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 人质学护理课程 这个呢 是算是一个专业课程 它是维持两年 一共有四个单元 四个module 五到六天 它是一个实体课程来的 所以老师会飞过来 所以这个module1呢 第一个单元 它将在八月十四号到十八号 开始 在我们东义馆 只要是旧巴深入 在KR地区 有地区的话 你也是可以扫描 或者是你可以 在那个chat那一边 可以联络 或者联络我或文力 询问一些相关的课程 这里是一些 人质医学的护理课程 好 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